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收看《爱上厨房》 我是J-Lo 我是Maggie 过年其实有很多食物 那会不会太油理呢 但是我们今天做一些韩国菜 那么今天我们的Johnson 就将亲自为大家演示一下 地道的韩国泡菜究竟是怎样产生的呢 来让我们共同看一下吧 看到是不是很多食物呢 看起来好好吃的样子 我们看看有这么多款年糕 逐一样介绍这颗色 首先这个 那这个是月亮年糕 好了 另外一个是红豆来的 这个是红豆白年糕 这个颜色你猜不猜到呢 黄黄的甘甘的 有点像蜂蜜的样子 你真是聪明的 没错 这个就是蜜糖的年糕 另外这个呢 比较特别点 猜不猜到呢 这个应该是艾草吧 我看到它上面有些非常特别的植物 各位观众 这个真的是艾草 这个是艾草年糕 好了 我们回来的时候呢 我们过年要怎样呢 当然有个饭 这个就是饭 大家应该认得到的了 一个米饭 米饭呢 我们由右至左 由下至上 这样摆的 在韩国的过年传统摆桌 那我们就会有不同的泡菜 我们先是腌的泡菜 接着我们有汤 我们有酱汁 接着是水做的泡菜 嗯 接着呢 就有其他的甜品 水果 好了 你看到呢 有很多食材在这里了 那我们今天做的呢 就是黄金泡菜卷 我们先介绍一下一个食材 好 我们有黄萝卜 我们有葱 我们有葱 葱 葱 红萝卜 和青瓜 那旁边这里呢 还有一个秘制的食材 好了 我们先开始做 我们先放一条 黄萝卜 接着我们放 红萝卜 哦 青瓜 接着我们放泡菜 嗯 放一点下去 这样就够了 接着我们就慢慢卷起它 好像卷春卷那样卷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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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个特赤汁 我们有一个黄金的柚子 蜜 我还有一样东西 在最后要加上去的 嗯 我们真的太够了 嗯 那不如煮回去那条鱼吧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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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去准备一下 那其实呢 那条鱼 买回来洗干净了之后呢 用一些盐热下去就可以了 因为是保持原汁原味 OK 我们可以准备煎了 好了 我们现在加少少韩国烧酒 再加少少韩国的酱油 还有烧烤汁 好啊 好了 来了 看起来好好吃啊 哈哈 来 尝一下 嗯 这个皮很好吃的 肉很嫩 嗯 嗯 嗯 怎么样 口感很脆 嗯 啊 我们这么多东西吃 我们也希望各位观众 未来新的一年 风衣足食 年年有余 恭喜恭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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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